沐浴在清晨的招屋裡 撒掃庭園 傳統的農村生活 在這裡 只是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在自然的聲響中 沉起的人們 愜意的坐在屋前 享受晨光 一整排的木造傳統房屋 流露出濃濃的中國味 但這裡遠離了故鄉 走去那個很辛苦的山裡 住一段時間 他又給我們來開闢這裡 就是山了 我們繼續來一起團結來砍 乾淨的 他給我們去住 就像那個小小的屋子了 一瓦一木都是村人們 攜手打造出來的新家園 來自廣東惠陽的客家人 在遙遠的柬埔寨邊境落地神根 轉眼就是三十年 這座位於雲曬縣的華僑村 全村子四十六戶人家 一共兩百多人 雖然地處柬埔寨 卻更像是世外桃源 過著獨立又自主的生活 等水到茶漿 就沒了 沒得去了 它不下雨就沒了 有酒下去我們住得到 我怕更美的 好像少數民主 真正的人是黑的 皮膚都是黑的 幽默地面對工作 有黑的皮膚就是驕傲的印記 黃先生和兩個女兒 一起用他們的雙手 照顧三公頃的田地 怎麼久會熟 兩個月 兩個月 好快喔 那現在這個種多久了 謝謝 用空心磚架高的爐灶底下 柴火燒得通紅 每一個細節 充滿了華人的生活氣息 幾乎讓人忘了自己身在柬埔寨 靜靜的西桑河緩緩流過 對外唯一的交通路線 就是這座大河 這也畫出了華僑村 與柬埔寨之間的界線 但這與世努力的華僑客家村 卻微曾被遺忘 這一刻 來自台灣的大學生 將手提前進這世外桃源 來 一二三 一二三 OK 而且接下來路的比較不好 而且不是這種路喔 不是活油路喔 趕快試一個這樣 是不是 也是 耶 好快喔 轉進延誤的醫療器材 在出發前及時送到 讓同學們心情更加受到鼓舞 興奮的上車 不過接下來路程 該怎麼形容呢 絕對不會是平順兩個字 這一路上很跨平原 穿越叢林 奔駛山路 原本潔白的香行車 沾滿了黃泥 前一天下午三點 從首都金邊機場啟程 晚上在傍針 過夜休息 隔天清晨繼續出發前往日曬 這一段路程六百多公里 走過大半柬埔寨 足足坐了十六個小時的車 但最後一段路 已經沒有辦法再大車前進了 先卸行禮 行禮我們先卸下來 集中在河邊 對啊 會不會沉啊 你不要上船 你不要坐到船上 坐就過去 你不要搖啊 好 距離拉好 開始船了 我們先不動 來 這個來 很重 好不容易踏入這個特別的村落 已經接近黃昏 村裡的孩子張大眼睛 無氣微觀 而來自台灣的食生們 在這裡度過了生平第一個 沒有電的夜晚 天一亮 村子裡唯一的學校 在教室外頭 圍著興奮的孩子 看著裡頭 忙著架設電力的大哥哥們 兩個多彎 輕輕的 用力往上推 對 好 現在小朋友的電腦 這邊 它有一個方形的 扁扁的 哪裡 我那邊 沒看了 插不進去就換方向 第一次看見電腦 第一次摸到電腦 也是第一次 親自打開電源 和科技的初體驗 讓雨晒的客家孩子們 忍不住 養豬笑容 老鼠跟高鼠 你那隻老鼠會跑的舉手 老鼠會跑的舉手 從沒有教過 沒有教學經驗 來到這邊教他們 讓我感覺到 自己也很有成就感 其實覺得這邊 還是滿缺乏一些資源的 然後我們這次 能夠過來這邊支援他們 我也覺得還滿開心的 不錯 一點點五三來囉 五三 下 前一下 那邊 他們這邊可能就比較沒有那種 就是勾心鬥腳啊 就會不會有心機啊 很希望你帶給他們 什麼樣的東西 帶給他們快樂 雖然說他們的資源比較不足 可是你會覺得他們 好像有一點點很簡單的事情 他們就會很快樂 只是希望說能夠 讓他們記得說 台灣是有一群跟他們 也是華人的一樣的人 是在關心他們 努力守護孩子們 天真的笑容 因為這是村子裡頭 最珍貴的寶物 我們這一般老的 還在我們就不擔心 怕後一代我們還看不清 後來教育他們 這也要傳承 千萬不要忘記我們的傳統 村裡僅有的小學 門前掛上的對聯 就是學生們的寫照 努力學習天天向上 驕傲落後學習進步 但實質的缺乏 讓孩子們只能夠上完小學 就無法再受教育 但今年是特別的一年 因為村子裡第一次 有一群孩子 即將從高中畢業 村子裡頭是一個學生 在台灣社福團體的資助下 遠赴首都金邊 在華人民星學校端華中學上課 真正發現他們 是在第一次作文 第一次作文我們寫 想像作文假如我 有100萬美元 然後他就寫到 他們來自偏遠的省份 拿大拿進地省 然後由於那邊的條件 比較艱苦 那邊的中學 就沒有條件搬下去 然後經過台灣 熱心人士 知風潮難過的資助 他們有幸來到金邊讀書 特別是學成以後 回去為家鄉的人們 出力出貢獻 認真的孩子們 珍惜著難得的機會 和都市的學生一起學習 答案是什麼 答案是什麼 答案 在伊蒂秋全的日子 這是一個孩子 總是手牽手相互扶持 在五光十色的大城市裡 沒有禮食 下課後回到家裡 換上的蝙蝠就只有睡意 課後修行活動 是大家一起做家事 男生不用工作 女生要工作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男生打垃圾 不好意思 對這邊很陌生 然後會緊張還是 是很緊張 和我以前的完全不一樣 是 剛來我們不懂電腦 不一樣吃電腦的 我們小學畢業了 也是停了兩年 才可以上中一中二的 這些孩子都是高中三年級 但單單續續的教育 讓他們的年齡 從十七到二十五歲都有 完成高中學業後 他們將成為村子裡頭 學歷最高的學生 而這些念過書的大孩子 要繼續教導 沒機會念書的小孩子 像是家鄉的弟弟妹妹 這些異地求學的客家子弟 對未來有著最美好的期盼 跟最平常化的知識 尊重跟同樣的 好